Tasaki70周年浮游孟泽展览盛大开幕 任佳伦作为品牌代言人惊艳亮相 他气质光贵 接受采访时更是剧透了新剧《凤凰台》上的角色 肖幻,令人期待 在这次展览上 任佳伦一身精致西装 与Tasaki珠宝相得一张 展现了他独特的魅力 在采访中 他分享了自己对肖幻这个角色的理解和感受 透露了肖幻是一个充满全谋和情感的复杂角色 任佳伦表示自己将全力以赴 为观众呈现一个真实立体的肖幻 他的专业态度和精湛演技 让人对《凤凰台》上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任佳伦在Tasaki70周年浮游孟泽展览上的亮相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不凡气质和卓越实力 快来评论区聊聊你对肖幻这个角色的期待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凤凰台》上的播出 大家好,我是任佳伦 你好,然后我们也知道你的星期刚刚是 《净凰凰台》上 您跟大家怎么去介绍一下你这部戏呢 你觉得有什么特点 肖幻是一个皇帝 孤身一人 无论是在爱情还是在各个方面 所以他是一个心中时刻 想着子民的这么一个皇帝 在他的身上我整个过程中 我体会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跟我身上其实有一些共通的点 所以我在演的时候非常的感同身受 您是怎么去平衡自己很忙碌的工作 以及个人生活的呢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工作比较忙的时候 那这段时间我会给自己绷的那个弦比较紧 我知道后面一定会有可能缓和的时候 所以我就十分的会珍惜 并且抓紧那个缓和的时间 就这样做一个平衡利弊吧 然后在这个可能松弛有度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中 听听音乐啊 或者做一些自己放松喜欢的事情来中和一些